小飞是一名探险家,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探险。 这天打开门发现门口有一张纸,捡起来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藏宝图。 这可让身为探险家的小飞一下来了兴趣。 他按照地图来到了指定地点果然看到了一颗闪闪发亮的钻石,小飞想着这下要发财了,就噗噗一声掉进了矿洞里。 小飞心想不好中计了,想去挖出一条隧道逃出去,却发现这个山洞四周全都是鸡岩,根本挖不动,逃出去的希望只有旁边的这三扇门。 经过小飞的查看,发现第一扇门里是一只十年没吃过东西的野人,现在的他双眼通红,恨不得一口吃掉一个人。 而第二扇门的背后虽然没有怪物,但是地上有滚烫的岩浆,根本无处下脚,走一步就会被直接吞噬。 现在只剩下第三扇门,门里面是一排的地刺,想通过这扇门,必须忍受地刺刺穿脚底板的痛苦。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小飞选哪个比较安全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